陕西 如果你去网上搜地鞋 十个结果 七个都是陕西 怎么形容呢 在陕西 你再练 那就是分分钟打脸的存在 我身体好得很 从来不胜 第二天 你好 你要多大尺寸啊 再比如 我这人防范意识非常好 我家钱包什么的 从来不丢 小偷 谁 谁小偷 河南 地鞋代言人 郑州出租车司机 因为他总会对你说 郑州地鞋啊 说网吧不来逼啊 而且是 说好的不灵 说坏的灵 你天天说你中一千万 没卵用的 但你要说你从来不留东西 谁叫我们上班 与此同时 洛阳你要是不服 见证了很多朝代的兴衰 洛阳人觉得 有老祖宗在 说话做事都得约束一下自己 你暗示自己可以 但是不要说出来 哎呀 咱明天上山的路上 千万别出什么事了 闭嘴 谢谢 江苏徐州 很多徐州人会劝导你 请不要诅咒你自己 不要老说什么自己 迟到啊 崴酒啊 摔倒什么的 没准就会发生 还有就是这个天气 下雨经常是局部下 如果你在雨中说一句 这个雨能不能小点啊 不可能的兄弟 山东 山东不说地鞋 山东人说自己嘴鞋 念叨什么来什么 女生觉得 小肚子疼一下 念叨了一会儿 是不是生理期来 第二天没事 以为自己想错了 第三天大姨妈来访 疼到死 说曹操 曹操就到 说这个坏话 谁 谁在说坏话 新疆 新疆地鞋可不是吹的 这么大一片区域 所有人都说自己城市地鞋 哎呀 千万个海鞋 独毒犯罪鞋啊 你说你自己 我不用带回去 我打球从来不受伤 老妈 赶紧给我呸呸呸 你说你自己还拉上别人 我刚考的驾照 你们不怕死 就坐我的车吧 你这个逼嘴 咋这么欠啊 当然 最迷的地方在于 所有人都说自己的城市 是最邪的 你这句话跑我那儿 你那儿说了事啊 我扯了 我昨天说的要去爬山 我现在说完话 雷就欠了 我们人真地鞋 这这这这 这他没有什么好比的 本篇漫画 纯属调谈 请杜绝一切封建迷信 地鞋 大多是老一辈留下的感悟 教年轻人 约束自己的言行 平时注意身体 注意安全 不要想当然 好运厄运 与地区无关 如果您喜欢我的作品 欢迎关注我的 微信公众号 黄一刀有毒 会成一句话 爱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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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